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我想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介紹一下 維基芬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大的概念 You have a big picture OK 而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往一些非常技術性的東西上走 原則上 維基芬這麼厚厚的一本書 我們要說起來 它至少考慮三個大問題 一個是Change 改變 OK 就是說到底我們要描述的事情 或者是數學上的語言通常是會把我要描述的東西 以一個函數的形式來處理 那麼我要描述的就是利用這個函數 去告訴我這個事情的改變的狀況 也就是函數改變的情形 所以維基芬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Change OK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跟微分有關係的東西 第二個他要考慮的問題是Accumulation 類加 改變大家都知道 它從時間 譬如說從我觀察的第一秒到第三秒 它中間這個數量變化了多少 或者是其他你要量測是溫度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它改變了多少 那通常我們會用一個變化率 Right 甚至我們可以考慮Rate of Change 那麼我知道它的改變情形 我就可以對整個函數了解得很清楚 那麼Accumulation做的是什麼 我現在有一些Data 我知道可能每一個小段的時間裡頭發生的事情 那麼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把這些Information兜起來 變成一個Data picture 或者我知道很多的Information 我是不是可以把很多東西把它加起來 累加起來 OK 那麼這部分的東西其實 相對應的東西當然是跟積分 或者是極數有關係 OK 好 那麼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Approximation 好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數學家用的語言或數學上用的語言 是用什麼 是用函數 OK 通常我們在Real World裡頭碰到的一些問題 OK 我們會說我們希望找到它的數學model 它的模型 就是我們希望用我們會處理 我們可以處理的一些函數 來描述整個事情發生的這個系統 OK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建立你的數學的模型 是用什麼Function 我需要因為Function我才能處理 如果它不是Function這個問題就很大 數學上我們幾乎沒有辦法處理 OK 那麼 所以既然有了函數之後 當然我希望可以利用去看它的改變情形 來描述函數 所以我可以掌握整個東西 那麼 甚至這一塊的東西會牽涉到你們後來 如果大家是學工程的 你們的微分Function 這是有很大相關性的東西 OK 那麼當然 這個Change跟Accumulation 大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好 我在考慮 如果我看到的是某一個時間點之內 它的變化情形 我如果通通知道變化情形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全部的Picture 換句話說 我是如果知道Rate of Change 我是不是可以Get function 之類的東西 我希望導過來把它Accumulate 你這個是改變 每一小段的改變我都知道 我是不是能夠把它累加起來 去得到全貌 所以這兩件東西基本上是什麼 是有點像反作用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我知道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來解決 我有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 相對的去處理這邊的問題 可是就像我們講的 一般來講 我們real world上面碰到的問題 我希望 我非常希望用一個數學的模型來解決 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這個模型太複雜 數學上以我們現在的知識 我就沒辦法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大家知道即使是多向式 如果這個多向式是超過五次的話 它是沒有公式解的 OK 就表示說我根本連要求它的根 我都求不出來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做什麼 Approximation 尤其在現實生活上面 Approximation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解決的是問題 這是跟數學家看問題的狀況 是不太一樣的 數學家只要知道有解 可能就夠了 理論上它有解 這是解長什麼樣 可能不是我的考量 可是以一個工程或實務性的人來講 這個解本身是我要的 有沒有解 我當然會假設它有解 沒解那我就沒戲唱 那麼有解 這個解 真正的解我不見得求得出來 可是我希望有一個近似的解 你既然談到 approximation 的時候 它的近似 你就會牽涉到什麼 誤差 沒有誤差的 approximation 根本就是垃圾 你可以說我隨便 approximate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誤差 那這東西要做什麼 那就隨便講講而已 所以談到 approximation 一定跟它的 error estimate 是有關係 跟它的誤差估計是有關係 大部分的東西 我們可能都需要利用 approximation 來做 那麼這塊的東西事實上在微積分一的時候 並不會接觸太多 只有在微分的時候 當然你們會談到積分的近似解 所以都會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大家必須要了解說 你實際上面你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你用到的工具是函數 對於這個函數 我們是會利用函數來做一個數學模型 描述我要處理的這個現實生活上的問題 可是同樣的 如果我簡化了函數 可能對我描述的這個現象就失真 對吧 因為你就把它 oversimplify 可是如果我要考慮的函數太複雜 我又解不出來 所以這中間會有一個取捨點 就是說怎麼樣才是一個好的 approximation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當然我必須要能夠去估計它的誤差 我才能說它是不是一個好的 approximation 所以可能大家要先記得這個大的 picture 那麼事實上在rate of change 的部分 我相信尤其是 如果是台灣的同學 在台灣念高中的同學 你在國中和高中的時候 尤其是國中的部分 在這地方 你物理上可能考慮的是 我們考慮運動就好了 考慮等數的運動 或考慮線性的方程式 OK 這個函數 它的形狀 它是一次式的 是ax 加上比 所以它的圖形會是一條直線 當然我如果考慮它的input output的時候 這是a 這是b 所以這是你的f of a 這是你的f of b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軸當作時間 或者當作任何 它的input是從a變到b 它的output是從f of a到f of b 所以你這邊會有一個變化率 這是你的rate of change 對不對 那麼對於直線而言 對於一次的函數 這個rate of change 永遠是固定的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啊 sorry 我這邊用 錯了 我應該用mx 這樣會比較好 inputs a b 這是它的slope OK 這個c應該是什麼 它的y intercept 它的y結局 沒有問題吧 好 所以對於一個直線 對於一個一次的函數而言 它的rate of change 永遠是constant 不管ab是什麼 這個永遠都等於m 這基本上大概是國中在處理的狀況 它還是處理同樣的事情 你會討論這個事情 你為什麼討論直線 為什麼討論直線的協力 accumulation 在某種程度就是加法 OK 之前你們有加過幾個數相加 對不對 你也知道加法的性質 加法有交換率 加法有結合率 對不對 之類的性質大家都有 OK 好 那 approximation 在高中的時候是比較少的 可是我希望大家稍微做一下連結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談過 三角函數 對不對 也談過指數和對數函數 其實在談三角函數的時候 你們有一些查表的法 還有什麼 內插法 對吧 記不記得 聽過內插法的曲子 有吧 OK 可是你有想過為什麼內插法可以用 因為老師說可以用 因為老師說可以用 不要隨便相信老師講的話 哪天我應該試試看 我講一句錯了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對 應該 你應該自己去判斷一下 上大學以後 是要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 不要說老師說的 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老師 OK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內插法在某種程度就是一個 approximation OK 就表示這個 approximation 當然必須要是合理的 那麼為什麼是合理 我們接下來在課程進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去討論看看 OK 所以原則上你們高中之前的一些準備 大概在這邊 可是其實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需要利用函數來處理所有的問題 所以大家對函數的觀念是要清楚的 可是我發覺其實大家對於函數的概念 並不清楚 OK 那這點可能是大家需要花一點時間 把課本 我會建議把課本有關於函數的部分 稍微讀一下 就當作一個小說來讀 雖然是很難讀的小說就是了 稍微把它讀一下 去感覺一下它到底要說什麼 OK 那麼原則上所謂的函數 它是一個對應的關係 函數是一個對應關係 OK 那麼你有輸入值 你有輸出值 F of a 所以事實上 F of a 是 F 這個函數在 A 這個點的值 OK 那麼當然維積分的時候它還是會討論 上半側的維積分還是會考慮十函數 OK 可是到下半側的維積分 它就會考慮多變數還是十函數 可是有些時候會考慮向量函數 也就是說它的定義是十函數 可是對應的部分它考慮的是向量 它是一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是各式各樣的對應關係 OK 可是在上半側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考慮十函數 那麼有關於主修的時候所有課程的進度 我看到那個客戶組的系統上面其實有把它放出來 我這兩天會把它整理得更清楚一點 把期中考的時間所有這些東西都把它放在Moodle的平台上面去 所以大家應該上去看 OK 好 那麼當然在這個地方我就要提醒同學 所以大家在看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維積分一 有很多同學覺得我高三的時候反正也學過了 還有一些同學可能在補習班學過了 尤其是我的課 我上課的形式跟補習班 或跟你們高中老師一定會很不一樣 OK 你們應該用一個比較不同的眼光 即使你以前上過了 我希望你用一個比較新的 就是完全新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OK 好 去看一看到底這些東西在說什麼 那麼就像我講的 我計算的部分可能不會做得很多 如果大家想要看多的例題 我會建議大家就去看莊仲老師的video 或去看一下他的講義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去看一下他講義 他講義其實是整理了一些不錯的例題 你可以自己算算看 他其實也有一些解答 如果你還不行 你再去看影片 看老師怎麼解答 或者你要來問我或問助教 這也可以 所以我可能不會做非常多的例題 OK 好 我會盡量想辦法把這個概念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All right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有一些先輩知識 大家一定要有的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 Function 而且我們這邊談的是十函數 OK 數學上大部分的東西都怎麼樣 我會告訴你說我現在要處理的是函數 對吧 好 那麼在我們還沒談微積分之前 你們高中已經學過了 十函數 十數可以加 可以減 可以乘 可以除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表示說十函數 假設它的定義率都是一樣的話 那麼這兩個函數我就可以做加法 這個加法這個函數怎麼定的 是這個函數作用在任何一個點D裡頭 你看有沒有這是一個新的函數喔 它在X這個點的取值是什麼 原來這個函數在X的取值 加上G這個函數在這個函數的取值 這是它的定義方式 OK所以以後我們就把它寫成F加上G 當然你可以考慮減 OK 你當然可以考慮成 你也可以考慮除 可除 可除的時候大家要小心 分母不能為零 OK零是不能除的 所以表示除法的話F除上G它的定義有可能會改變 OK 這些函數都是定出來的吼 所以一方面是函數的運算 一方面是它的它怎麼定義的 就是它的值之間到底是四的運算的運算是怎麼樣的 所以當然你就會有了函數以後你可以做這些事 那麼之後我們會談微分 對吧 微分是另外一個運算喔 你會談積分 你會有新的運算 這是你們高中的時候都學過的 接下來的問題當然一定會問的是 新的運算跟原來這個 原來我們叫它代數結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大家要這樣去看問題才會有結構 你才不會覺得所有東西是孤立的 彼此之間沒有關係 等到你們考試的範圍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不曉得應該從哪裡找收起 你們在看問題的時候要去看到它的結構性 那麼當然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函數本身還有另外十函數 還有一個運算什麼 合成 對吧 如果F這個函數 它是從D送到R G這個函數 假設它是從D1送到R 而且F 這個符號大家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接受的舉手 可以接受的舉手 好 至少有人舉手 這都因為包含在D1裡頭 也就是說你經過F 它會把這裡頭的元素送過來 這是它的值域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F的值一定會落在D1裡頭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先考慮X落在D裡頭 先經過F送過去變成F 所以這個東西會落在哪裏 會落在D1裡 D1是落在G的定義裡頭 所以可以你繼續走 你可以做G of F right 可以嗎 好 所以表示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之後呢 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是把X 送到哪裡 G of F of X 那這個函數我就把它Define成 G和F的合成 所以這是合成函數的定義 所以它有一個這樣子的定算 所以當然等到後面我們在考慮微分的時候 甚至你考慮積分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一下 那它跟這些東西的關係是什麼 你會發覺整本書 如果你清楚它要討論的問題的話 你其實大概就看一下Index 就知道它裡頭在講什麼 OK 這是你要碰到的問題 Alright 好 那麼當然 到後來 我們在考慮尤其是十函數的時候 然後 它會有圖形 Graphs of Functions 圖形是幫助你去了解這個函數的 它是一個幾何的approach 剛剛我們在講的東西它是比較代數的 你可以完全不要看到這個函數長什麼樣 你還是可以做四則運算 你可以做合成 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Graphs 是可以幫你去picture 去稍微去想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OK 所以通常一個Graphs of Functions 它是怎麼來的 它會一般而言 它會把它的定義域 放在X頭 直域的東西放在Y頭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函數D F是從D到R 所以每一個X它送過去是F 那麼相對的你就會得到一個點 我可以把它描述成一個點 X F 那麼它就會是平面上一個點 所以這邊會有X F 每一個點 每一個元素在它的定義裡頭 你都考慮它對應到平面上的點 你這邊就會得到一條平面上的曲線 OK 所以這個是函數的圖形 當然對於函數的圖形而言 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講到函數圖形了嘛 對不對 來 我剛剛前面講的還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還是什麼 蛤 那我剛剛白講了嗎 那我應該 來來來來拿一張紙 你剛剛講的還是什麼 你剛剛講的還是什麼 蛤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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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運算 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 OK 我們剛剛講了它的四則運算 或者它的代數運算 所以很顯然我就會問你 給你兩個圖 你就應該要能夠判斷F加上G長什麼樣子 F加上G的圖長什麼樣子 合理嘛 對不對 這樣懂了嗎 這堂課主要是給大家新生訓練 這是我上課的邏輯 你如果知道了 你才有可能跟著我上課一起想 我的考試也是跟著這個邏輯 這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你要看到事情跟事情之間的關聯性 OK 我們剛剛討論了函數的四則運算 我考慮了函數的圖形 我接下來一定問的是 如果我知道了F的圖形 我知道了G的圖形 我是不是有辦法去得到F加上G的圖形 Right 加法和減法是比較容易的 OK 大家都曉得圖形上面 如果你加上一個常數其實是往上下移動 所以你加上函數 那有的地方可能會往上加 有的地方可能要往下移 加法是容易的 減法跟加法是一樣的 OK 就是取一個負號 那麼 乘法呢 乘法是困難的 乘法相當困難 OK 如果給你兩個函數的圖形 你simply從圖上要去搞出 這個F乘上G的圖形 我想你可能要花一點力氣去想想 這個我留作大家第一個exercise 你自己去想一想 去找幾個函數的圖形 OK 那麼如果有同學會maple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先去試試看 OK 自己畫兩個圖 然後去猜猜看 它的圖形會長什麼樣的 OK 除法當然就更困難 因為除法 除法跟乘法是一樣的 Alright 所以 如果你知道乘法 除法唯一要處理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知道F的圖形 你會不會知道F分之一的圖形長什麼樣 對吧 你只要知道F分之一 你知道乘法 你就知道除法嘛 所以數學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的事情就是 你看起來是很多很多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歸納成 幾個大的category去處理就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跟大家講 就是今年指考術語 有一個題目 是要判別一個多項式的整數根 要懂我意思嗎 來來來來 也許我應該把它放成第一個洗題 這是它給定的函數 數以喔 各位應該大部分都是考數假的嘛 這是一個五次的多項式 你要考慮它的根 ABCD是位之 位之數 所以它的根 它的整數根可能有哪些 你會用什麼東西來做 你會想到什麼東西來做 去判別整數根的東西有什麼 這也在教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看到協定不會做 你就會看到 你現在看它要求的是整數根 你就應該想想 腦子裡頭去search一下看看 你學過什麼樣的東西跟整數根有關係的 所以你在讀後來 尤其是大家在讀維基分的定理 第一件事情我再提醒大家 敘述一定要看清楚 假設一定要看 你不能只看結論喔 因為假設不對的時候 結論不見得會對喔 所以那個定理整個是一個package 你要把那個敘述讀得很清楚讀完喔 你應該search一下什麼東西 而且你必須要了解那個定理到底要幹嘛 這東西大家會用什麼做 你會用什麼做 不要告訴你不會做了 這會用什麼做啊 不會吧 牛頓法嘛 是不是 如果它有整數根 表示它應該可以分出一個正的因素來嘛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你最後乘出來要是2 所以那個 它的一次因式 B的部分一定要是2的因式嘛 A一定要是1的因數嘛 所以A的可能只有正負1嘛 B的可能只有正負2嘛 正負1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告訴我說 它的根只有4種可能 正負1和正負2 我不是要教大家解這個問題 當然我會把這個東西留作一個習題 請大家做出來 要教的 要把它寫清楚喔 這東西告訴你什麼 你原來在考慮根的時候 它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牛頓法其實告訴你 在這麼多的可能性裡頭 你已經把它reduce成4個 你只要去檢驗這4個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部分數學上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類似的事 你不可能一個一個去做 你會找到一個通則 是適用一堆東西的 那這個原則大家要掌握住 所以我再把這個問題 去做得清楚一點 他就說ABCD 是小於20的正負數 那麼他問這個五次多項式的根有哪些可能 OK So the first question I pose to you is the following you are given a polynomial of degree five you're looking for the root of this polynomial but we only look for integer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integer root OK OK and the constraint is A, B, C, and D are positive odd integers OK So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questions what are the possible roots of this polynomial no matter what A, B, C, D is as long as there are positive and odd integers OK So this is the first assignment 好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四則運算 講到圖形 你剛剛還講到了一個合成 所以你會考慮合成 好 那麼另外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包括這個圖形的答案 對稱性 OK 因為圖形的對稱性 我們在談到圖形的時候 它可能跟四則運算有一些關係 那麼它還有跟什麼東西 它的對稱性 OK 它的 symmetry 所以對於函數而言 第一個它必須是個函數 所以它是函數的圖形 所以一個input 只能有一個output 它的定義裡頭的點一定會有值 而且一定只能有一個值 所以表示說 好 請問這個是函數圖形嗎 不是 對不對 因為 照我們一般不成文的約定 你的定義是在axo的 所以在axo上面 你隨便考慮一個點 上去應該只有一個值 可是這邊上去的時候 你會有三個不同的值 所以這不是一個函數的圖形 OK 這個方法你們書上把它叫做 vertical line test 你畫一條垂直線 去看它跟圖形會有幾個焦點 Alright 好 那麼 圖形的對稱性的時候 這邊我們要提出兩個 有一類的函數 我們叫它art function for all x to the D,如果我的f,它的定義是D,然後送到時數. All right? So we say f is the r function if f of minus x equal to minus f of x. OK,這樣子,如果 f在負 x的值 是等於負的 f of x的值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g 函數,OK? 那麼,我說它是一個偶函數, 是說 f 在負 x 的值,就是跟 f 在 x 的值是一樣的。 All right? OK,所以我現在又介紹了兩個比較特別的函數, 一個是 g 函數,一個是我函數。 我前面談到,我剛剛前面談到什麼事情? 我再問一次。 我們前面談過什麼事? 我談到函數之後,我談了蠻多東西的。 好,所以很顯然。 我們剛剛談過四則運算嘛。 大家慢慢去習慣這個邏輯。 然後我談到什麼? 我談到基函數,我談數。 你會問什麼問題? 如果我是老師,我講到這邊,我要出一個小考, 我會出什麼問題? 好,你會出什麼問題? 我給你兩個積函數。 加起來會不會是積函數? 相減會不會是積函數? 相乘會不會是積函數? 相除會不會是積函數? 你一邊有四則運算嘛。 你一邊有基友嘛。 我很自然。 大家要開始去看這個問題。 不要蒙著頭只回答問題。 你應該要搶先一步,先問問題。 看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有四則運算。 我先介紹了基友。 很自然我要問的問題,是兩個積函數相加、相減、相乘、相除。 是不是仍然是積函數? 兩個偶函數相加、相減、相乘、相除。 是不是偶函數? Do you get this? No? OK.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functions. And for functions, we have the algebraic operations. That means addition, subtractions, and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Right? And now, we're talking about odd function and even function. So the natural question rises would be, if I give you two odd functions, if we add enough, would it be still odd functions? What about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So that's a problem you should think about. OK? I would suggest, when you do want to have a good method to study calculus, instead of just simply working on the exercise problem, you should also, when you are given a new definition, or introduce something new, you should definitely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question can I ask? Or,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at kind of a question the teacher would pose in the quiz? Right? That's the things I'm giving to you in the lecture. And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e quiz on next Monday. Right? So, you should definitely think about, hey, what kind of problem the teacher would give me? This is the type of question I would ask. OK? So, for this lecture, definitely, I would like you to have some idea, my style of teaching. OK? I would like to lead you to think about all the things. You know, I would try my best, you know, in the lecture. So, people would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o, do raise your hand if you just totally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OK? Alright.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大家做的事情,看到沒? 我講得很清楚喔,從第一堂課我就開始引導大家囉。 Alright? 我不希望大家上完課三個小時之課以後,你回去還要花八個 三個小時做習題。 我有看過同學,很可憐,每一題習題都做了,不只做一次。 那個是不好的,你們應該要做幾題,大家知道就可以出去玩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到一個方法是怎麼樣讓你自己比較有效的去學習, 而不是比較好的同學可能會花很多力去做習題。 比較混的同學會抱佛腳。 OK? 如果你真的採取抱佛腳的策略,你要知道怎麼樣抱才是對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OK?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會希望大家去看到的問題。 跟著想。 Alright? 然後你會看到我不斷地在問問題。 我問的問題可能就是我考試要考的問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想過。 OK? 所以這些東西這是最基本的,這些東西會影響到後來。 當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對稱性它跟G偶有什麼關係? 這也是大家應該要想的。 這個東西事實上大家在高中的時候應該都學過。 可是你有沒有把這些東西通通放在一起去想? 那這些東西跟微積分也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 因為G函數和偶的函數是一種有一個比較好比較特別的性質的函數。 所以它的微分或者它的積分的性質一定也不一樣。 所以等到我們在談的時候,你就應該問自己這個問題。 如果它是積函數的話,那麼它的微分會是怎麼樣? 它的微分會是積函數嗎? 如果它是一個積函數,那麼我的積分區域如果是對稱的時候, 那個積分的值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些東西都是大家應該要去思考的問題。 而不只是硬去做一些課本上面那些習題。 你要能夠思考問題。 因為事實上你現在學到的微積分, 也許你說以後你都不會用到。 沒有人在考你微積分。 你這門課過了以後,也許你不會看到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事情、這個事、這個課在你們一年級的時候安排成必修課 一定有它的一些道理。 數學是拿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你應該要學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剛剛前面的時間,我花了一些時間去讓大家去看到說, 我大概會怎麼樣去帶大家思考微積分的一些東西。 就是我怎麼看待這些東西的。 然後接下來當然我也希望大家盡量的, 一開始的時候我相信是困難的, 可是你需要做嘗試。 OK? 所以你應該不斷地問自己問題。 所以自己才會比較, 這樣子的學習才比較active。 OK? 他是應該去思考問題的, 而不只是坐在那邊單方向的接收訊息。 OK? 好。 好。 那麼事實上大家應該都有課本。 這本課本它叫Early Transcendental。 OK? 他之所以叫做Early Transcendental的意思, 是它把所謂的超越函數拉到前面來講, 就是指數對數的部分它拉到前面來講。 這個待會兒我們在介紹的時候會稍微講一下不同書本的approach, 和這樣子的好處壞處。 OK? 那麼事實上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家在國中高中的時候你一開始學的一次式, 對不對? 你考慮一次式, 然後考慮直線方程式。 再來你們會學二次式, 對不對? Quadratic Functions。 然後你會考慮它的圖形是跑五線。 然後目前大概, 目前的高中課本可能要到, 高三的時候, 討論微積分的時候, 才會討論其他多項式的圖像。 那以目前來講, 我知道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大概也僅止於考慮多項式。 連分式都很少。 根式根據不必說。 所以事實上, 大家可能要對根式和有理式的運算, 四則運算,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能要花一點力氣去做。 OK? So r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function involving square roots or roots. Those computations you probably,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work on it a little bit more. OK? So to me, 現在新華節省的太好了嗎?